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那打台灣不如買台灣意思就是用收買的方式 收買媒體 收買政治人物 然後讓他們去對中國做一些比較有利的發聲 這是一個 那他們現在標語已經改成另外一個 叫做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也就是說單純用資訊攻擊的方式 讓大家彼此裂解 彼此敵對 這個方式甚至比他以前用收買的來得更好 而且成本來得更低 關西機場事件呢大家都知道 就是當時這個日本發生災難的時候 關西機場那個聯絡橋是斷掉的 就是被郵輪撞到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很多人被困在關西機場 就有網友看到了 而且是當時受困在那邊的網友 他就說中國竟然都可以接人 那台灣的人 台灣的這個大阪辦事書到底在做什麼 他就發文發在PTT上面 那最後呢也造成這個事件的爆發 然後整個輿論都在譴責說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樣的一個關西機場事件呢 其實他整個源頭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中國的資訊攻擊 台灣的新聞爆發是在9月6號 那個時候是第一次台灣新聞爆發 蘋果日報第一次報導 這個風向整個被帶起來 帶起來之後呢 這個政論節目呢有幾個記者 就把這個東西拿到政論節目講 開始批評現在的政府 然後最後就變成這個新聞的標題 然後全台灣就知道在這個關係機場事件 我們政府都不作為 蘋果日報後來就把這個刪除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假消息 所以當時呢我們一直往前追 就追到微博 那裡面有呢有一個叫做洪水猛獸baby這樣的一個網紅 這個微博的貨文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下面這個tag 它tag了人民日報跟新華社 這個還算正常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就可能會tag一些主流的報紙 但為什麼要tag共青團 共青團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統戰組織嘛 所以你要tag它有可能是 譬如說上面有叫我做 我現在也做了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然後下面竟然還附了假影片跟假照片 那個網紅後來被我們追查發現 這個是在海南電視台工作的這個新聞從業人員 那他們假裝是這個所謂的這個網紅 用第一人稱來敘述 中國的內容農場 就中國的網站 這個叫做觀察者網 就把它故意做成新聞 然後下面就做了一個非常重要 也就是現在我們很難追查到的一個微博的貼文 它故意把帳號遮住 上面寫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就是台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才可以上車 也就是這邊把對台灣的統戰把它放進去 這個叫做網紅模式 它第一個先由這個所謂的微博的網紅 先去寫一些主觀 看起來好像真實的敘述 那個影片都讓別人感受到叫做第一手 就是這個第一時間的見證一定是最真的 再藉由這個中國的網站把它製作成新聞 然後最後再打入到台灣的言論市場 這論節目就一定會拿去講 大家知道這論節目其實很多偏頗新聞的一些來源 他把這個拿來講 講完了之後呢 極大化之後呢 對政府做了攻擊 到最後他們在這論節目講的東西 就變成新聞的標題 那最後也造成台灣社會的一個裂解 大家很明顯的感覺到 在那個時候大家對政府是有多麼不信任 然後藍綠之間的對立也產生 這就是非常成功的一個資訊攻擊 怎麼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沒有大災難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製造假新聞的時候 你單純只是要用偏頗的資訊來做攻擊 有沒有比較更有效率的方式 那就是現在我們要講的這種 社群媒體攻擊 各位就是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密訊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或者說你有沒有聽過 鬼島戰新聞 鬼島戰新聞跟鬼島狂新聞還不一樣 那有沒有聽過 講東講西 或者有沒有聽過江湖白小聲 如果你都覺得你沒有聽過的話呢 那就表示他的分層受眾都已經做得到 因為有些人他們一天看到是看到20則以上 那就是很明顯的一種資訊攻擊 就是有一群人他永遠都是看到這些訊息 然後你看的當然就是另外一組 譬如說你可能看到一些台灣新媒體的一些新聞 所以兩邊看的那些資訊是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那到最後要討論事情一定會陷入紛亂嘛 那就是一種很成功的資訊攻擊 所以當你今天被社群媒體 或者說被資料蒐集的公司 能夠去特定出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就知道要問你什麼資訊 那更不要講說台灣人很喜歡點 譬如說寵物的影片 可愛的小狗可愛的小貓 當你點了這些影片讚的時候 那些影片他可能都是偽裝的 他今天先給你看一些可愛小狗小貓的影片 但是到選舉前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跟選舉有關的影片 第一步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先經營網站 經營網站把台灣的新聞全部貼過來 這個說真的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 然後再來呢 要嘛就是自己改 要嘛就是請別人改 把標題改成各式各樣偏藍的 偏綠的 偏保守的 偏自由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聳動標題 那這些聳動標題做完之後呢 就要想辦法送到 我們台灣人的眼中 送到手機上面 在這個第二個步驟 他要怎麼打入台灣市場這個步驟 第一個他一定要利用社群媒體 因為社群媒體多多少少 可以讓你下廣告啊 可以幫你算受眾啊 所以他可以有效率的 把你的資訊散播出去 但是他在經營這些 我說粉絲專業或者社團的時候呢 他就會同步把我剛剛講的偏頗新聞 不斷不斷的丟到這些 群組裡面 那丟到裡面之後呢 很多人會看到 看到之後受影響 這段節目就開始討論 這段節目討論 最後就變成新聞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資訊攻擊 說真的這個成本也不需要太高 因為當他已經做好他的受眾 然後也做好他的新聞的時候 下面自然而然 他本來鎖定的群眾一定會討論起來 因為那個是為他們而設計的新聞 自然而然會合他們的意 合他們的意 當然大家就在這邊按讚啊 分享啊留言 這個自然就會爆開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網軍帶風箱 他就可以形成一個非常自然的資訊攻擊 甚至現在還有更新的型態是 他們一開始在經營這個網站的時候 經營的還是英文的 這個非常的聰明 為什麼 因為我們開始會有網友往前追追追 追到這個新聞說 這完全是中國製造偏頗的新聞 故意要拿給我們台灣討論 故意給我們亂的 請大家不要再看 所以他就一開始先寫英文 看起來很像外電報導 然後再把那個英文轉成 中文的新聞報導 然後再轉成繁體中文的新聞報導 然後再往下 按照我剛剛講的模式打進去 所以當你一般人不太懂的時候 你往前追追到就是一篇英文報導 那最後一篇英文報導 一看也會覺得 還蠻正常的啊 有記者的名字 然後有網站 然後看起來旁邊也有熱門新聞 你看起來一切都會覺得 它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新聞散播 你就不宜有它 但其實連那個外國的英文的媒體 都是中國製造出來的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攻擊模式 一般人來講別的就更難判斷